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时间的弧弦 划分着辩解 匆匆过的离别 像有无奇的怀念 放任我自己 躲进了没你的陌生的世界里面 不过是再见 不过是在遇见 离开你的改变 尽可能的轻描淡写 然后怎么辩解 重复在回忆里 几遍的那些从前 一天而已走一会儿 好 抱歉 小莫啊 你看到我朋友圈了吗 我现在看一下 您说这个是吧 我上午看见了 那你怎么不给我点赞 您是在集赞是吧 那你得跟我说啊 不是 咱也不知道啊 什么集赞啊 流发力了 还蒙着集赞呢 小莫小莫 小莫 好疼 药到病除 这个牌子很难买的 这算什么呀 我从小到大 还没遇到过什么难事呢 除了 我帮我看看 咱们让我看 但我做得挺好的 你喝点水去吧 你喝点水去吧 好 我觉得可以了 告白等待期 你可以回溯之前 她说过的话 和做过的事 或者你们之间 深刻印象的瞬间 来让她想起 对你的欣赏 老孟刚跟我说 小龙虾上市了 问要不要嫁到咱们餐厅 寄妒菜单里 做一道主打菜 来 这也太丰盛了吧 岁哥 我不客气了啊 这怎么没味啊 是不是谁没放调料啊 我被入的 吃那么咸干吗呀 从今天开始 一律低盐低油 小莫今天嗓子坏了 咱们吃了个清淡的 就这么吃吧 好 小猫 小猫 马晓 对 我们季风特意给你们 栏目组准备个试食品 我特意给你送来的 不要 什么东西 怎么了 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还送我马晓 是故意讽刺我是吧 肖子 小和猪坚持不要 听起来 还有点生气 估计她也吃饱那么辣吧 她嗓子好像是有一点 发炎还是 嗓子不太对劲了 知道 行 行 你需要通过一些不可预测的行为 来出现在对方的视野里 打破日常规律 出其不意让人心跳加速 对方再回想起你的告白 自然会行动 什么事啊 你找我 来吧 聊聊后面的节目计划 我没听错吧 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找清楚的人一起调也可以 什么呀 小燃 你来得正好 小董在问我 节目后期发展的事情 你给我补补课 我整个给他 内容的事问老贺 走 你嗓子怎么了 要是不想再听到什么谣言 就别送什么小龙虾 划清界限 谣言才有执着的可能 麻烦你以后见到我绕道走 这就是你的回答 我昨晚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那我就再说一遍 你做的这些过线了 你吃药了吗 才有病 我 都不好使 试试最终锦囊 追这么久都没有追上 四个字 立马消失 消失 反而让对方意识到 你存在的重要性 看似迂回 实则前行 小人姐 保安给我的 说是粉丝送的 粉丝这么贴心呢 不会是萧总吧 她不是这种绕弯子的人 你又是亲自煮饭 现在又亲自煮茶 我看你不是想当总经理 你想把我这个位子顶了吧 我怎么敢 老沫 你说这个方子管用吗 用是肯定管用 前提是 人家得敢喝 你倒是匿名了 可连个标都没有的饮料 换了你 你敢喝吗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手机给我 干什么 注册个微信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用那东西 总会用到的 小河主播 我是今天给你送润喉茶的粉丝 我平时不用微信的 但是想你可能不敢喝陌生人的茶 才特意加了这个群 方子如下 如果你不放心 也可以自己煮 嗓子好点了吧 嗓子好点了吧 今天听你节目 还是有点沙哑 多休息 大声 好 大声 小声 大声 最近一到这个点就守在这儿 看什么呢呀 退得差不多了吧 文件我放你桌上了 有时间吗 我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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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什么呢 门车啊 要不然咱们赌一把 豆腐吗 看一分钟 一分钟之内 你等的7202来不来 来的话 你就彻底告别过去 上车回家 没来 你就去马路对面 睡季风 告诉他 我们感情复燃了 看他怎么说 你 你怎么知道 赌吗 你就成熟看笑吧 我赌得可大了 要是车来的话 我把模特车扔着 跟你一块坐模特车回去 我给你计时啊 一分钟 谢谢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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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了 我给你计时 你再继续后面 要二吗 要二吗 好 告白 我的告白计划 我的兄弟们都来帮忙 你就弹唱个情歌 帮哥们儿轰轰投下气氛 我不敢 你太不仗义了啊 就唱个歌有那么难吗 你是受什么刺激了吗 肖然 我行 你说什么 是谁说告白是面白旗 谁先取谁先输啊 那也是我年少无知 在爱情里面找什么输赢啊 真爱就得不顾一切 好 我就算你是真爱 但我肯定的是 何笑然绝对不是用一段感情 去忘记另一段感情的人 所以在他没有彻底走出来之前 他根本就不可能答应你 你明白吗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扫兴呢 现在帮你的才是无脑 告白我不拦你 你挑火坑这事我干不了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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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你要不帮我你等着 我等着 我放好了 这是我爸 真丑 你放的是什么呀 是一个长得脸的大鸡蛋 你喜欢吃鸡蛋吗 你懂什么 这叫艺术 真是脑回路轻奇 大家画的不都是 自己喜欢的东西吗 我最爱爸爸 还有小莫叔叔 你一个小男孩 天天张口闭口 爱不爱的 害不害羞啊 我爸告诉我 爱不是坏事 不及时说出来的话 会被误坏的 老师告诉我心最重要 心最重要 对啊 既然心最重要 那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技巧 去迂惠试探呢 夏总 你刚才交代事完成了 你来得正好 你帮我看一下孩子 我出去一趟 好 好 你在哪里 我在创意试集呢 有事吗 有事 很重要的事 谁呀 夏总 我听说这晚上有无人机表演 来都来了 一块儿看看 给 是 你撞疼我了 谁撞谁呀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赶紧走吧 等会儿等会儿 小姑娘 你这气球哪儿来的呀 我就说不能吃老大吧 都飞跑了 谁拿到就是谁的 哎 夏总 我上个厕所去啊 您还等我会儿 嗯 我准备的气球 怎么让小孩给拿走了 我那压中出不了岔子吧 不会 来 给你看旧图 我跟你说一下啊 当大家眼睛看起来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 哎 这爱的渲染了 这不出现在的平衡 你看 看一下这笑容 哎 哎 何笑然我喜欢你 浪漫浪漫 哎 哎 那摩托车队怎么样了 摩托车队啊 嗯 这不来了吗这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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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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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哎 哎 要不要紧啊 来了来了 对他 嗯 放心吧 你先在这边做火 我就给你买个病的东西 敷一下吧 脑不舒服 最近没睡好 头也被撞了一下 有点晕 没睡好还到处乱跑 找我有急事啊 那天晚上 你为什么转身就走了 刚才不是在吵架吗 待下去之后又转越凶啊 就被了这个 所以你没听到我说什么 什么 小燃 我 插播一条寻人寻室 插播一条寻人寻室 乐乐小朋友 请你听到广播后搜到入口处 你的父母正在等你 如果有游客看到上身穿粉灰色图案T恤 下身穿黑色运动裤 脚穿白色运动鞋的小女孩 请尽快与管理处联系 家长十分着急 好像是刚才那个小女孩 咱们赶紧找找去 那我行 好 好 我知道了 管理处要借咱们弄无人机 找那个丢车的孩子 那晚上的表演和压皱怎么办 不知道 都什么时候还压皱呢 找人要紧赶紧去 赶紧去 兄弟们 我们也骑着车帮我去找人家 好好好 你盯着两个 在这十分钟之前 我在十八号摊位借过两个孩子 我还捡到了他的儿童手表 已经没变了 有园区地图吗 你十分钟前 最后一次见孩子的地点 为起点 如果以成年人的矫程 差不多是十分钟 走八百到一千米 那孩子应该被走远 现在是搜寻的矿经骑 下面插播一条寻人启示 创意市集内走失一名六岁女朋友 请附近车辆留意 这是现在湖滨路那边 许多车辆在自发打双场参与行人 这个有点意思 发起人是谁 现在是下午三点四十一分 在十六分钟前 一名六岁女童在园区与家长走散 园区已经第一时间展开了情急搜救措施 公安 消防也已经介入了 园区现在还连接了电台调频 希望可以发动更多湖滨路附近的居民一起关注 原本定于今晚表演节目的无人机 也自发参与 进行高空搜索 本市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紧张的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动 希望这一次天上和地下科技和人心的高效结果 可以让我们尽快找到实际 走吧 我们再去找找 好 等会儿 这是什么呀 放大 放大 这个 这个 我看一下 你再放大点 再放大点 小燃 小燃 找到了吗 没有 喂 小燃 我找到小女孩了 在美术馆对面的天台上 我在楼下呢 慢点 乐乐 乐乐你在干什么呢 你是要摘气球吗 你先下来姐姐帮你拿好不好 你先下来 好吗 来 小心点 下来 小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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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没事吧 您呢 谢谢 轩然 其实我不想和你 你不是怎么看妹妹的 我告诉你啊 要把妹妹弄丢了 你也别回来了 我就是去买个水让她等我 你再说 你知不知道 妹妹这么小 你怎么能因为渴了就走了呢 你们俩走干什么去了 关你们什么事 不关我们的事 也不关她的事 你们的大女儿也是未成年人 孩子走丢了 那是你们父母的责任 这有事是吧 我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孩子是为了 照顾另外一个孩子 来到这世上的 这边也想要家属 你们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人救了你家孩子 还跟人家吵架 你们家 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们二位了 快走 走吧 跟我们回去 松明一下情况 快点走 小心 她这条腿 以后会留下终身残疾 恐怕 她需要一直拄着拐杖了 哥 在街头排断 走了 行了 别看了 你家里人欠你的爱 都用其他的方式 密补给你了 密补给你了 Me 至少我都收容你多少年呢 现在也是吧 小军 我喜欢你 小军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为什么 我们俩现在都不太冷静 先各自冷静一下吧 我不想再错过你了 善然 我们能不能不做朋友了 你是不是喝醉了 我没喝酒啊 那你就是刚才头被砸坏了 我很清醒 我就是不太明白 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突然吗 我觉得除了你 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你 我还是可以 晓人 我喜欢你 你呢 你不说话的话 那我就认为你也喜欢我 是吗 是 对 对不起 走到你身边 花了八年的时间 这次我不会再放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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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哥 时间快到了 咱们开始了 开始 好 来 准备准备开始了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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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今天有没有 也会有 你想想看 你 我天生 生 我天生 男生 你 老师 老师 希望他也成功 参加 走 吃饭去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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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 请忘记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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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和向然是我们的主播 您可以跟我们电台广告或联系 我们公众平台又增加了很多关注啊 小人姐这回要火了 整个评论区都被悬挂节给刷屏了 早啊 早 悬挂节来了 那是运气好 这可不是运气 今天台长亲自召见 对你那天的表现那是高度赞赏 说你啊 不仅挽救了一个孩子 更是挽救了一个家庭 是社会的正能量 青年人的好榜样 高帽您带着就行了 有没有给我们点实惠的 比如说调整个时段什么的 说贪心的还是你贪心 哪有最好的事啊 不过啊 这两天台立要做一个系列报道 把咱们的时间呢 征用了 现在我宣布 放假两天 这个时间段 这个季节正好去玲珑山 我可以啊 我就不跟你们年轻人凑了啊 向远你呢 那凌龙山的话 是不是可以大家说啊 嗯 那不太方便 不过要是 这次营救行动的功臣萧总 那是可以的 隋哥 你呢 我 都行 隋你们 我 都行 天啊 天啊 你呢 还不应该把我呐 我也别只饭了 还不想是 就冲锋了 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怨闻其想 就是 如果这是一个梦 我哪个睡死都不小心 我这几天走路 都比平时要小心 生怕给自己客行吧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什么梦能做这么久啊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你说 它不会是一时冲动吧 人呢 你要爱一天 你就要尽情享受 如果你有天不爱了 那不也够本了吗 说得对 反正我就是得让他 哪怕有一天回过来神 也不能有后悔的余地 我看老子这两天 情绪不高他怎么了 他过几天就好 成规反应 他不总是这样吗 那你 继续 祝福你啊 等会儿啊 我加个照 先提起照片 照相一定很好看 嗯 照相一定很好看 这是你交的车啊 太好了吧 交的车 可以啊 听着 你这也太奢侈了吧 你不是说有工作晚点再去找我吗 你不是说有工作晚点再去找我吗 昨晚家帮完成了 我早点见到你 行 就冲这个车 吃一包狗粮 吃 谢谢小总 把东西吧 好 我来 来 您是付车开车的吗 这是车要车 什么意思啊 我对无苏附近的路不太熟悉 小总 那我先走了 怎么开了 我给你带的都是你喜欢吃的 以为有点高中春节 我的感觉 尝尝 还没洗呢 独立生活以后呢 我就学会了一个生活常识 就是不洗的水果最好吃 尝一尝吧 这种草莓鲜鲜的 不吃我吃啊 别有一番风味的 还不错 你皮啊 吃完 老随 老随 干吗呀 要耍 真的吗 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你这么开不仅危险 还出工 这一口 开车吧 一段上就乱了 这里就是玲珑山啊 无苏的网红景点之一 那山呢 这没有山 所谓的玲珑山呢 就是眼前这片湖了 那就到了 小总 不喜欢谁啊 喜欢啊 那就好 跟我们出来玩可别端着 那样就没意思了 走吧 朋友们 先去湖边吹吹风 感受下大自然 走 那我就和笑人 先把天目打起来了 既然任小总 这么有身为家属的服务意识 那咱们就别客气 来来来 辛苦了 走吧 走吧 原来你不会啊 谁说我不会的 就是好久没弄啊 有点有点生疏 要不叫老隋过来吧 这东西他买的 他肯定会 不不不不要 我们俩加起来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这点东西还搞不定 没问题 行吧 我来帮你呗 李慧的 这不是你的包吗 大不大天目了 打 我就一直拍了 你倒是自己选啊 嗯 行 你到时候发给我 嗯 张晓芹 我来 我们去乔那边拍照吧 他应和你 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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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 恍然之间 寻找有你的未来 有一些过往的时光 有一些甜蜜想分享 让我心跳都不一样 哇 好漂亮啊 这里面有鱼 江晓芹 你过来看看 这是什么鱼啊 应该是大鱼吧 你太敷衍了吧 过来看看 我 我 你快看 我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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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去哪儿了 奇怪的 小琪 静止住 小琪 我快去哪儿了 我 脑不舒服 没事 胃不舒服 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没有 刚刚想起来一些 不好玩思议 什么 七岁那年 我跟家里人去海钓 当时瘫完 爬在船边看鱼 一不留神 钓到海里去了 我哥想都没想 就跳进水里救了 那年他十五岁 我哥的腿 就是这么伤 那件事之后 我爸虽然嘴上没有说 但是从他看我的眼神 我就知道 他在怪我 那拐杖 就像是扎在我们所有人 心中的一根紫 那时候你也才七岁 也算是劫后余生吧 那件事情不能怪你 而且你哥的腿 也不是你的错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说 这不是我的错 当然不是啦 那只能算是意外 我女子们以前 没说过这件事 就算是再好的朋友 却又不想分享 她糟糕经典 但是 在想过一辈子的人面前 藏都藏不成 我还得漂亮 你也会更不许藏啊 不然 就算了 你也会更不许藏啊 不许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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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点回来接我们 这天都要黑了 等咱们回来恐怕有点晚吧 也是 那么晚了 我记得好像这附近有个民宿 要不 那就不回去了 去民宿 作曲 李宗盛 回忆突然停留 是否想念了太久 从前那个路口 孤单的人一直在等候 最怕那一句 不过是朋友 转身后 有许多借口 在时光里 又回头 奔向记忆路口 我寻觅过太久 找回最初是我牵你的等候 想和你的以后 不再孤单漂流 如果爱又重逢 我多想牵你的手 陪在你左右 我们不放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